哈囉大家好我是Alan 好久不見了 大家有想我嗎 投資順利嗎 那麼口袋還有錢嗎 因為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七代馬洞阿萊 有別於六代有靈有角的車頭管 七代顯得圓潤了許多 也因為造型的改變 不再有車頭轉向的限制 這點在使用汽車帶時方便許多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專屬一體把的Reach 由9.3公分縮減到了8公分 前臂能停靠的距離雖然縮短 但對於亞洲規格來說卻友善多了 下把位抓握的寬度外飄1.5公分 且畫面上能看到下把的末端也有些許的延長 把手彎折出的內縮 讓抓握下把時對前臂的干涉降到最小 一體把也不再有分離式的7度調整空間 而龍頭修飾蓋分為全風與開動式兩種 方便fitting的調整使用 新一代的車身不再支援機械變速 所以不僅是下管的開動消失 武通下方的走線槽也變成了可拆式的防水交感 隨著上述的改變 DI2電池的位置也移進了武通裡 位置如圖面所示 所以水壺架螺絲的長度也要注意到原廠的長度規範了 立管處的開動是本次改版最大的賣點之一 以造型上來說反應兩極 我是屬於戰場的那一極 你看看 而立管下方也在空氣力學方面做了大幅度的優化 就像是把後輪藏進的立管一樣 隨著ISO flow取代ISO speed結構 讓車架大減300克的同時 也保持了一致的舒適性 我相信這也是讓馬洞更全能化的一大要緊 特規座管採取長、短、後移0、20、四種規格 鎖固螺絲也由原型的兩顆變成一顆 總之是變得更精緻與輕巧了 大改後的7代與6代有著完全一樣的幾何數據 我相信這對6代車主升級會有滿滿的熟悉感 聽到這裡相信大家已經忍不住月月浴室了 那就請追蹤好Track台灣的粉絲專頁 才不會錯過全台各地的新車試乘會囉 我是Alan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